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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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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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失去了梦想 但是 他们好像踏进了一片新大陆一样 开启了未知的旅途 这是一部话女硬说男 并且非常有趣的伟娘题材类的漫画作品 就是这部自称男人的感情 初次看见封面就被吸引的点了进去 再一看这设定就突然产生了莫名的兴奋感 就算是男孩子 但只要可爱不就好了吗 本作中的男主啊 也是一个愣头青 明明有着如此可爱的青梅竹马不要 每次总是嫌弃的脸 即使他是唯一一个正常人 整部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不需要带脑子 只需要放公司去的纯粹看着乐呵 和享受在那种欢乐的特殊氛围中去 以整个班级都因为一个可爱的男孩子而身陷其中 时而欢乐时而悲伤 你别说还真的挺好看的 那么对于这部围绕着可爱男孩子的欢乐日常故事 我只想说 妈妈我恋爱啦 在这里非常推荐下 魔王勇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百看不腻的题材 但随着近几年来 大量异世界类的作品曾出不雄后 导致这种类型的作品渐渐的被观众所冷落 它从某种意义上是彻底摆脱了 传统魔王勇者套路的标准剧情 它就是想自杀的女勇者让魔王很为难 这部天文其名就感觉非常有趣的漫画 讲述了一位挑战魔王的女勇者 某日前去魔王承包 挑战真正的魔王本人 但却突然恳求魔王杀死自己的故事 这位女勇者的这波操作 可着实让这位长得像安逸子了了功的魔王大吃一惊 我知道肯定也有很多小伙伴就会想 你既然想去死就去资金呀什么的 但这位女勇者自从降落到这个世界后就被给予了不死的能力 也就是说自杀什么的根本不足以杀死自己 所以无奈的女勇者才会前去挑战魔王 让他来葬送自己 但咱们的魔王可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杀掉女勇者 结果本来是女勇者跑到魔王这来求赐死 却变成了女勇者要求如果魔王杀死不了自己 就会反而把魔王杀掉 再到后来就成了魔王恳求着女勇者留自己小命一条 答应女勇者会想尽一切办法成全她的故事了 总之这部设定奇葩又新颖的漫画作品 个人觉得后期的表现会更加有趣的 当然如果你看念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战斗类作品的话 我想接下来的这部漫画作品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的 消极勇者与魔王军干部 漫画讲述了一位没有朋友没有同伴 家人都去世还被村子嫌弃 觉得因为自己是个勇者而吸引来了魔物 于是自己一人肩上扛起了所有包袱 最终以勇者的身份来讨伐魔王 却在打开魔王城堡大门的一瞬间突然失去梦想 喊着自己做不到也不想这么做 而看到这里的魔王大人 内心无法忍受如此凄凉身世又悲惨过去的勇者 于是魔王将可怜的萝莉勇者收养了起来 并当作秘书的故事 不得不说 魔王将萝莉勇者收养起来 当起了秘书的这个超级反扎门的设定 还是相当有看头的 而且这位魔王大人可是非常温柔善良的 不仅为可爱的萝莉勇者提供了单独的房间 供起居 还非常体贴地照顾着萝莉勇者 等等 我看你这魔王就是心怀不轨啊 不过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 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一点的小日常漫画的 睡前来看一看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啊 在简单的故事中 体会那份独有的乐趣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最后推荐一部超级可爱的灵异漫画 当然这个灵异虽然也有妖魔鬼怪 但都是可爱的美少女 就是这部《逐流幼鬼》 起初是因为女主那可爱的人设吸引了我 但仔细品尝后发现也是意外的有趣啊 故事讲述了某日踏入神社的男主 突然被升为诡异族的幼女答话 然后两个人因此结识 并在之后做起了各种羞羞事情的故事 本作中的幼女女主啊 就是那种典型的傲娇 总是一副嘴上说着不要的话 身体却非常老实 两个人的各种日常 我也不过多透露了 总之就是那种 你们明白的 具体就自己感受下吧 也是为了不造成更多的剧透 影响观看体验 UP这期是将每部漫画的内容 尽最大程度的精简推荐啦 有什么想要UP改进的想法 也欢迎随时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 那么又到了本期的评论回答环节 本期我们来看看 上期评论下方的留言是什么吧 老给给你觉得 现在女装的泛滥 跟男女比例越来越大有关吗 到底是为啥活起来的 鲁迅曾说过 世界上最浪漫的艺术品 就是男人女装 再加上有些男人 他一旦女装起来 那可是比很多女孩子都可爱的 所以能活的原因也很简单 可爱就完事了 老给给你一月的老婆是谁啊 我对拉夫塔利亚永远一心一意 不对 其实我对你一幕也一面一心一意 其实 老给给你个大猪蹄子 老婆太爱多了 但最喜欢的还是拉夫塔利亚了 老给给对看在百合题材类的动画态度是什么呢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个人倒是不喜欢也不讨厌 就像PL一样 总会有一部分群体喜欢的 所以我保持中立 老给给你最喜欢那种类型的动画呢 随着阅历的不断增长 看到动画越来越多后 反而越来越喜欢 简单的日常欢乐类的动画了 当然一直百看不逆的类型 就是一世界冒险类了 比如凝职什么 对于我来说 岂是很大的逐坑作之一了 但硬要说喜欢什么类型的话 对于我来说 只要一部动画能吸引到我 我都喜欢 老给给我非常喜欢 其实你这个新手歌 也在这里是非常经济好看的动画了 但为什么感觉大家刚才关注其他 国曼的试点和小的进步 而在小的评论 这种已经非常成熟 而且非常好看的动画了 其实你这种成熟的制作 还不能算是国曼崛起吗 首先你说的这话就有点极端 情史明月的确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前后影响了不少人 但它的成功也只限于 证明国曼正在崛起 而并非已经崛起 国曼的崛起 不单单只是一部作品就能代替的 而是以平均为界限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所说的 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 其他国曼的缺点这一点 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你在上班 平常表现也一般般 你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 为什么没有受到表扬 反而在工作中的某一天 你做错了一件极巧的事情 而老板就会指责你 或者批评你 而现实也是一样的 人就是这么一个永远追求更好的动物 所以有句话说的挺好的 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得了的 当你有了小康的生活水平后 你又会开始向往更上一层的生活 所以原因你就自行理会吧 老给给怎么咕咕 不会被喷 用小学那套 骗你班主任请假的伎俩就行了 我想上镜 你看这不就上镜了吗 老给给觉得自己的声音怎么样 我看得很头疼 性感 老给给打算什么时候找女朋友呢 老给给了女朋友了吗 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月工资多少 老给给有男票了吗 我求你们别再问 关于找女朋友和生娃儿的事情了 我找我找还不行吗 等等 最后一个好像有点问题啊 你 老给给给不搞给 为何叫老给给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之所以叫老给给 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给啊 是因为以前的名字是繁迪子 很难被观众和粉丝记住 所以想着取一个好记又有趣的名字 于是脑子一热就取了老给给 这才是我老给给名字的正确由来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点赞过一千 将开启超级日更模式 连更三期 说话算数 中间断了 就以你们说了算来谢罪 初次见面的观众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不妨点个关注 关注关注 卡布尔小收藏一下 老观众也请一日既往的一条文夫 手机客户单的小伙伴 持续按住视频下方 大按摩的赞 来一套完美的43连 指示下 想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的小伙伴 就把我方景特别关注吧 那么我是猫人员老KK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